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be 2.x 入门剪辑及生态系统 好,知道了cat功能 那我们再看一下mall 因为这地方我们写的字太少了 所以没法对比出catmall的区别 那我们多写几条 我们还是按上键 好,反复的按上键 再看一下 现在还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做了一个重定像 相当于一个叫它覆盖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写一些内容呢 我们先加一个再加一个等号看一下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 它内容就变成一个追加 那这地方就强调了一个 这是一个覆盖 这是一个追加 好,这句话呢 我也复制下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追加内容 到文件 好的,那做笔记呢 是学习任何一门编程 或者说搞程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会在这种将章节中 包括我发现的一些技巧 我都会做记录下来 所以我希望你在学习过程中 也要养上这种好习惯 因为我们的记录力并不那么好 或许今天你会的 明天你忘了 好吧 好,那我们连续执行一下 按上键 按上很多次吧 好,若干字以后呢 我们停 好,现在我们再用 猫命令去查看一下内容 猫 马开灯 回车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类似于封页 它并没有把所有内容显示出来 只是显示出了72% 我们现在按一下回车键 看到没 这个数字在变化 因为我刚才写的时候呢 这内容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不出来它的变化 通过这数字呢 也可以看出来它的变化 那我们一直按下去 最后呢 它终将这个内容全部显示出来 那这个时候就 看出了这个mode的一个功能 它就是类似于可以去分页 我们再查看一下 mode 那我不想把所有内容都看完 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按一个country加C 它就终止了 跳出了这个查看 那这地方也做一个小小的笔记 那就是country加C 终止查看等 好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cat命令 cat 马开东回车 我们发现cat命令是将所有内容 不进行分页进行查看 所以mode和cat的区别在哪里呢 mode进行了一个分页查看 好 cat呢 是全部查看 所以 使用cat的这个地方应该是在小文件查看 mode呢 是在大文件查看 好 只能这地方呢 突然想起一个命令 叫lis 那我们看一下lis 是干什么 它也是查看 他们都是查看 看一下lis 有什么不同呢 好 从这个lis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 也是可以查看的 注意 我现在做一个操作 是按住这个翻页 看到没有 它有end说明结束了 那我再按一个上翻页 所以它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分页的过程 我们没有看出来 那这地方就说一下 s也有这个分页 并且这个分页是可以翻页的 那下节课我会讲vi这个课程 我会详细介绍这个翻页的这个效果 因为这地方呢 我们的这些都是一样的 所以不太好说 不太能看出来 好 我们继续讲解 刚才我们第一个命令就是ls 它只是去查看这个当前 lis呢 只是去查看当前目录下 有什么东西 我们再看一下ls 好 那这个ls呢 看到的只是一个 总的一个概念 它并不清晰 对吧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其他的一个选项 那我们先看一下 ls呢 它有一些可选的选项 比如说我们选个l l意思呢 就是说是详尽 就是详细的一些情况 点个回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详细的情况 比如说这个文件 对吧 它有这个权限 是root 对吧 它有这个读写权限 还有包括它的大小 还有它的这个时间 都是非常清楚 还有刚才我们创建的这个马开东目录 那这地方呢 也有时间 对吧 那还有它的权限 还有这个日期 日期和时间 对吧 还有它的大小 还有它的读写情况 那这是非常详尽了 但是这地方有个问题 就它这个大小 这个这个数字呢 我们本身呢 不是不敏感 不知道这是多大 对吧 很难算 那我们看另一个命令 我们用ls-l加个h 是我们回车一下 这时候我现在发现 它这个文件大小呢 是展示出来它的这个单位 就说这是150兆 这是2.4K 刚才我们写这个文件呢 马开东是 还是一个比较小的文件 它没有表现出来 那这个有了单位呢 我们就可以决定这个文件 到底大不大 对吧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因为这是当前路径 我们在windows中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隐藏文件 那在windows中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如何去查看一个隐藏文件呢 它的命令是ls-alr 好 用一下ls-alr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隐藏的文件 这个蓝色有点的这种 这种都是一个隐藏文件 它的意思呢 就是说ls-alr 意思就是说 将这个隐藏文件呢 都展示出来 那后续课程呢 我会讲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好 普通的ls呢 是看不到这个隐藏文件的 好 我们继续讲解下面这个 其他的一些命令 创建目录 我们用mkdir 好 我们创建一个目录 mkdir 目录名字叫 mkdir mkdir 并且创建一个 mkdir 打x a 下面的file文件 下面有一个imaj imaj 这样的一个目录 怎么创建呢 好 我们先用mkdir 回车看一下 他会报一个错误 他说找不到这个 FileImagic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参数 MakeDNR-P 回车 这个时候没有报错 我们看一下我们想要的这个目录 到底创建成功名 好我们cd一下 马开动 按住table键 按住下滑线 看到没有 File已经有了 好我们这个时候不进去 我们看一下进去 后我们ls一下 会看到有File文件 我们cdFile一下 进去了 我们再ls一下看到Imagic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当前路径是哪里呢 pwd 那这就显示出来了这个Imagic 就在这个马开动 com 然后File 我再再进去一下 以cdImagic 这会儿去代表一下 这样就更清晰了 那-p的意思呢 是创建他没有的文件夹 比如说我们最后要这个Imagic 他的上一集附 附目录是没有的 那么他会自动创建 所以这就杠-p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说是我们要复制一个文件 我们继续回到 根目录 cd-什么呢 波浪 好 回到根目录以后我们再ls一下 我们现在是想 将刚才我们创建的马开东这个文件复制一份 那他的复制命令是什么呢 是拷贝对吧 cp就是copy 拷贝什么呢 圆就是圆文件 圆文件就是马开东 目的文件 我们起个名字 马开东-1 是一个新的文件 好 我们回车一下 我们再ls一下 那么我们这地方就看到了一个马开东-1的一个文件 好 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马开东-1里面是什么内容 刚才我们先 我们先看一下 mo一下马开东里面什么内容 他是 My name is 马开东 对吧 好 我们用ctrl加c结束 我们看一下马开东-1里面是什么 杠-1 回车 那么他的内容是一样 所以我们的拷贝是完整的 OK 拷贝结束呢 我们做一个删除的一个应用 我们现在呢 刚把刚才拷贝这个马开东-1进行一个删除 删除命令呢是rm- 好 我们先不加杠 我们看一下删除一个文件 我们用rm-1 好 我们回车一下 好 这个时候他就提醒你说 你要删除这个文件吗 确定吗 如果你要删除 写yes 好 我们再复制一个 按上键 找到刚才cp 好删除了吗 我们没有验证什么 我们ls一下 发现刚才的马开东-1 删除了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再复制一份 按上键 找到cp 再ls一下 发现他已经复制好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 再做一个删除 rm-1 先不- 我们rm 马开东 回车 这种还是要提醒你去删除 刚才我们输了yes 那我们现在输入一个y 再ls一下 发现 马开东被删除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把马开东删除了 而不是去删除-1 这是一个小失误 好 那我要表达的意思说 rm 马开东 删除的时候 有两个选项 1 选择 yes 2 选择no 那这个yes or no 可以简写为y和n 好 我们再删除一下 我们先复制一个cp 马开东-1 复制成马开东 还原一下 ls一下 好 他们俩都存在了 好 紧接着我们 删除一下马开东-1 v rm 马开东-1 他说确定删除吗 我们选了no n 就是no的意思 no或者n都可以 我们 回车一下 我们再ils一下 他没有删除 是吧 那我们再删除一下 我们再选个n 回车 他也是没有删除 那未来的刚才期间呢 有个no没有写 写圈 看赛看一下 写no 他还是没有删除 所以 这就说明 我们不想删除的时候呢 不要慌 我们直接写个no 就可以了 或者写个n 甚至 我们会在这地方呢 点一个删除 然后我们按一个 Ctrl加C 将它退出 这样也不会删除 好 这就是一些小技巧 这就是一些小技巧 这就是小技巧 谢谢观看